中国男人老大老婆那儿就熏 不由自主地要端架子 不是说他不爱 不是说他心不在 他就需要那种感觉 其实那是什么感觉 咱们都知道那感觉其实不对 对吧 要好好过 要确立一个人在家里面的主导地位 你知道我一直这观点 如果女人这么娴熟能干 咱就听女人的嘛 多好啊 是不是 咱没这本事吗 确实在没这本事吗 咱这家也没人打理得好 咱踏踏实实地把钱挣回来 回家帮着干点家务 听人的话不就完了吗 听明白没 其他的事就不要纠结了 几位老师其实已经给了 非常重肯的意见 从今天开始 少喝点酒 把喝酒的时间多顾顾家 鸽子要不要养 你自己拿个主意 对吧 凡事多商量 特别是跟父母长辈的事 跟他兄弟姊妹的事 多跟先生商量上来 听听他的想法 别闹了嘛 回家开开心心地 过日子去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老公 这些年我这里这个家 付出了这么多 我也不想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 我不希望你再和你前女友 来往那么密切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 一个成果 老婆 我毛病我会改 我以后会好好地 对你的父母 和周里搞好关系 也许你会明白 我给你的爱 老婆 我又改 往后 往后那个 酒我也少喝 我也不往后 心仰不喝 但是我跟那个 邻居之间 咱一定好 因为他 不能把这个 邻居之间 那个什么 整装 怎么 咱们跟邻居之间 好好处 你们会好好商量 商量 总是有办法 对吧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请回 谢谢你们 看了一段 二十多年的婚姻 因为丈夫和前女友 也就是邻居之间 生意往来 突然之间 这个婚姻就产生了 一系列的危机 这个婚姻当中 本身被压抑的 很多东西 就被激发了出来 好了 谢谢 我已经真的太久忘了 这种心动 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老婆 以前都是我不好 往后我不喝酒了 往后我 往你家里面 有活活多干点 老婆能够喝好 好 好喝 那我也是机会 在梦里面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质疑 把我放进 要不是我自己不合理 不想确定日期 拉长幸福距离 来填满你回忆 好了 请亮灯吧 谢谢你们 来 不哭了啊 回家好好再来过 谢谢你们 请回 下边 谢谢 请 希望今天是这个眼泪流过之后 过去的那些不快 能够随累而逝